Hello大家好我是赵地 欢迎收看大壮壮电影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变态男 为了表达对女孩倾慕之情 把女孩囚禁在地下车库的美国惊悚片 车库惊魂 圣诞夜这一天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都是要与家人在一起 伴着圣诞树和各种礼物 在欢声笑语中度过 平时忙着各种打拼的人们 在这一天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 早早赶回家与家人团聚 但是工作狂安吉拉在这一天 依旧在办公室里留到很晚 她总是想再多做成一单买卖 但是这一次她没有想到 额外的加班会让自己 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怖绝境 繁琐的工作终止尾声 安吉拉独自下到地下车库 准备驱车回家 不过她的车 无论如何也发动不了了 车库电梯门也被锁住 于是她只好向保安托马斯求助 托马斯友善恭敬 热情实以援手 却不知其心中藏着 怎样的黑暗念头 写字楼大门紧锁 这时准备乘继承车回家的安吉拉 再次返回保安室求助托马斯 这时地下车库的灯全部熄灭了 安吉拉依靠手机微弱的光线 寻找出路 路上她被障碍物绊倒 刚爬起来就被托马斯从背后捂住嘴巴 直到安吉拉晕了过去 等她慢慢睁开眼睛时 发现自己身处保安室 托马斯还扮演圣诞老人吓唬自己 刚想跑出保安室 无料却摔了一跤 一看自己的腿被铁链绑着 托马斯不急不躁地扶起安吉拉 原来是她绑架了安吉拉 她想要和安吉拉在圣诞夜共进晚餐 安吉拉惊恐不已 不过她很快就调整了情绪 和托马斯说着好话 希望托马斯能够让自己离开这里 安吉拉还撒谎说 自己的男朋友很快就会来找她 其实安吉拉哪里有什么男朋友 她只是想吓唬一下托马斯 但是托马斯显然是吃了蹭脱铁了心 根本就不在意她说的这些 托马斯还让她打电话回去 给家人报平安 可是她的母亲愣是没有听出话外之音 托马斯还给安吉拉看了一盘录像带 上面播放的是安吉拉在电梯里 遭到同事骚扰的画面 托马斯对这个同事很是厌恶 她就打算松开安吉拉 带着她一起出去兜风 托马斯刚给安吉拉打开脚铁 安吉拉拿起桌上的叉子 刺向了她的后背 她想趁托马斯倒地时逃跑 不料却被保安室的狗狗给吓住了 托马斯趁机反手靠住了安吉拉 她带着安吉拉上了汽车 一直开到了车库的副三层 坐在车里的安吉拉不明所以 直到看见了男同事被绑在了椅子上 她才知道托马斯要干什么 她要求托马斯放过同事 托马斯不肯 因为她见不得别人骚扰自己喜欢的人 她先是用电棒把同事打得头破血流 坐在车里的安吉拉虽然很害怕 但也没有闲着 她极力地想挣脱后离开这里 本以为托马斯就是教训一下同事就算了 没想到托马斯最后硬生生地撞死了同事 安吉拉有些吓懵了 就在托马斯开车上去的时候 安吉拉跳下了汽车 消失在了黑暗的地下车库里 托马斯并没有急着追上去 因为她知道 安吉拉逃跑出这里 托马斯先是去清理了同事的尸体 安吉拉跑到了保安室 拿走了手机和门禁卡 还差点被狗狗咬伤 她跑到车库的出口处 大声呼救着 希望有人出来救自己 可是大街上根本就没有人 她掏出手机 勉强有一点信号 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 一个没拿稳 手机掉到了地上 正在她奋力伸手捡手机的时候 托马斯带着狗狗找了过来 她赶紧藏在了旁边的柱子后面 随即拿着门禁卡到处跑 她想赶紧逃到地面上的大堂里 这样就更安全一点 谁知 在坐电梯的时候 还是被托马斯发现 电梯被托马斯关掉 安吉拉就对着电梯呼救 哪知电话那头 还是托马斯的声音 这一下 安吉拉要崩溃了 躲在电梯的角落里瑟瑟发抖 托马斯兴奋地看着这一切 没一会儿 托马斯打开了消防水管 对着电梯里灌水 水很快瞒过了安吉拉的身体 托马斯还扔下了另一个保安的尸体 这可把安吉拉吓得够呛 他赶紧按下电梯门逃了出来 托马斯顺着安吉拉的足迹找了过来 安吉拉躲在汽车下面不敢出声 托马斯只好扎破轮胎 逼迫她现身 他看着安吉拉逃走的身影 干脆也不追了 回到保安室放起了音乐 安吉拉看着一个个监控器 就轮起消防府砸坏了一些 偷偷地来到了保安室 本想要偷袭托马斯 没想到被托马斯给电晕了 刚好此时警察找了过来 托马斯把安吉拉偷偷放在了后备箱里 警察进来巡视了一圈 也没有发现什么 准备离开 后备箱的安吉拉此时突然惊醒 大声呼叫着 希望能引起警察的注意 谁知托马斯赶紧放出了音乐 音乐的声音淹没了安吉拉的声音 眼看着警察走出了车库 不甘心的安吉拉奋力打开了后备箱 跑向地下室的出口 哪知托马斯带着狗狗已经拦在了出口 安吉拉直到来晚了一步 转身又跑了回去 托马斯这时松开了狗狗的绳子 狗狗一直把安吉拉逼进了一辆汽车里 安吉拉拿起修车工具 干掉了狗狗 随即跑进了保安室 再一次准备报警 可是电话总是站线 托马斯也慢慢找了过来 不得已 安吉拉只好躲进了里面的房间 他趁托马斯不备 用器物剂喷向了他的眼睛 赶紧逃了出去 开上一辆车就跑了 眼看着就要冲出地下室 不料被赶来的托马斯一下撞了上去 安吉拉就开着车在地下室里转来转去 托马斯紧随其后 最后安吉拉的车不小心撞到了柱子上 停了下来 安吉拉坐在车里一动不动 托马斯赶紧上前想要救出他 不料被安吉拉一下搓中了眼睛 安吉拉顺势用手雷晕了托马斯 拿到钥匙打开了手铐 把托马斯靠在了车上 这时汽车开始漏油 托马斯就祈求安吉拉放过自己 安吉拉本想就这样逃出去 但是托马斯的话激怒了他 他用电棒直接燃起了汽油 活活烧死了托马斯 最后成功逃出了地下车库 此时外面下起了小雪 故事结束 影片的灵感来源于一则新闻报道 目的就是要唤醒 当一个人被困在黑暗的地方时 所经历的那种惊吓 感谢观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赵蒂 咱们下期再见